钢琪输水 从神宫玩泰丁站出来 沿着鸭川往南然后转左往平安神宫的方向走 沿岸有种植樱花的地方大概是红色的这个区域 钢琪这边除了输水这边以外 平安神宫的樱花以及京都市动物园的樱花 都可以顺道过去赏花 中午午餐的时候推荐去山园面藏尸乌龙面 行程豪满肯定让你逛到铁腿 钢琪输水樱花就像是废道一般 当时我是天刚亮的时候去 真的太推荐避开人群避开车潮 早起的鸟儿就可以独占整条路上最美的樱花 插开个话题 苏田神社 如果你是刀剑的神圣者 那就一定要绕过去苏田神社 这里是三日月宗镜和日齐一阵的关联地 刀匠苏田口藤四郎极光和三条小段野宗镜都曾渡过这里 簇上倾斜铁道 现在已经废止 当时是专门运送船只的铁道 铁道与樱花的搭配真的是配得没有话说 七点走到这里就已经有不少的游客了 为了独占美丽的樱花 没有最早起只有更早起 大客人会不会吵着 这一刻还好 你们在说 你曾经发到 你肯定了 сли紧 致命 在说 你 是 少了 因为 我 我 我 在说 感谢观看